就是我今天刚买了一个 阿玛尼的新款的遮瑕膏 以及它之前我买过的权利的遮瑕液 我之前用的是权利的遮瑕液 我觉得很好用 我买的是一个3.5号色 那么这次它又上了一个新款 我又忍不住买了 然后因为我在买的时候 我也发现因为这款是刚刚发售的 在国内也没有上市 所以说根本就搜不到它的测评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两只给大家比较一下 来做一个测评 那么这只我买的是3.75号 这只买的是3.5号 但是你看两只其实在一起看 这个是比较偏粉一点 然后这个是比较偏黄一些 我来试用一下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权利的遮瑕液 你看它的刷头是斜面的 然后刷上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是比较的顺滑 那么这个就是这次新出的端款的 最老牌的丝光粉底液 丝光粉底液出的配套的遮瑕液 那么它主打的好像是一种光感的效果 然后呢它也是蛮顺滑的 然后这种感觉它的这个刷头呢 好像更绵密一些 那么从色讲的色感来看 你看这个是比较偏粉的 那么它其实是带有一些这个光泽感的 所以我觉得它用来做这个眼下的提亮 似乎是会比较好一些 我今天呢就用了它做的眼下的提亮 但我觉得它的那个遮瑕的功能呢 不如这个权利 权利的话它是比较有强力遮瑕的感觉 但是呢它就不像这个 这款丝光的遮瑕那么的清透 两个分出来一看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权利的比较 颜色比较偏黄 然后这个颜色比较偏粉 所以说这款颜色 其实如果要遮瑕的话 可以应该买再深一点的色号 我当时是看色号买的 其实还是不是太准了 如果说你要做这个眼下黑眼圈的遮瑕的话 我感觉它还是太白了一点 我是冷白的这个肤色 但是我依然觉得 如果你用遮瑕的话 其实还是用这个权利的这一种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个它的功能 我该用作为就是稍微提亮型的遮瑕 一些个别的地方需要提亮一下 或者说暗沉的时候需要增加一下 可以用它 那我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我会觉得说它的性价比是不如这一支的 这支我觉得它真的遮瑕效果非常的棒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有了这一支 就可以不用买这一支 不要浪费这个钱 这个目前价钱还蛮贵的 40几欧呢 这个好像是30多欧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这一支遮瑕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这个来试试看 但是据我看起来 我觉得我买的3.75号色颜色 还是会稍微的浅了一点 如果你做这眼下的遮瑕的话 肯定要买再深一点的色号 当然我觉得中国的女生都喜欢买浅色号的 所以也不一定 也许浅色号你们会很适合呢 这个我就不确定 就我个人来讲 我喜欢买深一点的色号 就是来欧洲这么多年以后 我会慢慢的习惯买一些深色号的粉底 其实我觉得粉底它的色 往往是上到脸上之后 深一点的其实更能够展现你肌肤的质感 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欧洲 它基本上就买不到我们在中国买的那种 一号色零号色 基本上它是没有的卖的 所以我也慢慢的就习惯买一些深一点的粉底 我的粉底的色号一般相对来说呢 都是会深一点的 就是国内那个最白的色号 我其实也买不到 我个人也觉得没有必要买那么白的色号 虽然我是个很白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涂非常白 很多时候我也不涂粉底 也就直接涂一点浙霞膏就好